岁目之际国人都习惯要大清扫一番 以新的面貌来迎接新春 20号开始就进入国家清洁州 而台中市环保局也提前在阿兆屋公园举办宣导活动 台龙市长林佳龙也出席了这场活动 跟率领民众跟环保志工一同来试试 象征台中提前启动打扫 要让家园变得更美好 而同时也进行了绿美化空地街牌 跟地方来欢喜迎接休憩的新空间 台上武师对热闹登场 为这场活动增添热闹气氛 从20日开始进入国家清洁州 环保局提前在阿兆屋公园举办逝世活动 正式启动 在市长林佳龙一声敲锣后 宣告国家清洁州正式开跑 春节的期间我们也提供 垃圾收运不打烊的服务 除夕还有初四 这两天会提供日间的收运服务 初一跟初三 这两天会提供定点的垃圾收运 全台中市有647个定点回收站 市民朋友可以善加的利用 请进台中总动员 乐活永续 市长林佳龙和民众以及志工 拿着扫地工具共同试施 为大家利用岁末年中大扫除的机会 加强平时树与打扫的角落 让家园变得美丽又干净 而针对春节期间垃圾收运 以及大型垃圾处理方式等等 环保局趁着活动向民众宣导 把一些闲置的空地绿美化 很多脏乱也清理干净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雾峰这个地方 本来也是一些水泥地的裸露 也会容易造成杂乱的停车 或一些环境的破坏 那我们编列了一点预算之后 把它整个绿美化 现在呢整个环境 大家就看到 并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3 2 1 在主持人倒数声下 众人一同揭开红布 物丰绿美化空地正式揭排 鼓励公家单位和民间 改上章乱点 市长借此机会 表扬推动有功的单位 并表示 去年编列6000万元的预算 改善了30处的脏乱点 共15公顷大 成效相当不错 今年加码编列1亿元的预算 要让脏乱的水泥裸露地 成为市民休憩的鱼翼空间 记者成朝安台中采访报导